千万不要把员工底薪全部砍掉了 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孩在北京 他只有4000块钱的底薪 他只能住地下室 如果说6000块钱的底薪 他可以中午多加两只鸡腿 老板上了一个阿米巴的鸡礼班回来 把销售的底薪全部砍掉 砍掉之前他问过我一嘴 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他说如果说一个销售 都不关注底薪了 那么他还是个好的销售吗 他就应该关注提成啊 提成让我赚很多钱啊 我说你就要站着说话不要疼 我说你今天每年赚几个亿 你认为一个月6000块钱的底薪 4000块钱的底薪是不是没有价值 然后结果是什么 实行零底薪以后 阿米巴独立核酸以后 一个月之内走了1000个小售 这叫搜主意不知道听谁的 没有理解道森和夫先生的精髓 他们一来就简单粗暴地 把所有人的底薪全部砍掉 饭都不让人家吃 又让人家给你干活 咱是万恶的资本家吗 真的 我昨天晚上真的 我就是很有感触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思考这问题 大家要理解道森和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道森和夫是个敬天爱人的人 他是怀着怜悯之心 仁慈之心 去经营他的企业的 道音 可能 感谢观看